主粮和果树是山西运城农业的两大支柱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 不少农户家里的果树和菜地 在去年的秋训当中被毁 本该今年封产的果树 因为被水淹而导致枯死 如今只能被成片的砍掉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一片桃树园 粗略的算一下大概有2000多株的桃树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 仍然有大部分的桃树是泡在水里的 即便是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我们看现在脚下这个地 还是比较泥泞的 这个鞋也很难拔出来 我们了解到这个桃树 大概已经有五年的树林了 本来呢今年也应该是迎来一个封产期 但是目前来看 这个树根已经是完全被炮烂了 在瑞城县古卫镇的另一片桃园 村民周国荣前几天刚刚故宫人 砍掉了2500多株桃树 咱又拍了嘛 拍了以后反正它鱼胎 太多了 然后就是讨树全部给我们没死了 周国荣说 去年一场大水 让他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果园 毁于一旦 看到退水后的枯枝烂叶 他只能忍痛割爱将树砍掉 重新翻整土地 打算五一期间改种玉米 之前为啥没考虑过买保险的事呢 不知道嘛 多少年怎么又去年那个鱼了 大部分是消灭给鱼米 这一块儿买的鱼保险 这种糖树肯定要考虑了 洪水中村民梁朝霞种的两百多亩山药 也未能幸免 去年冬天就开始挖 因为去年全是水泡了 泡了地太湿 挖不成 现在你看 这全烂了 在地里边这都是烂的 水分很大 现在还能挤出来水 五月份就种成玉米了 这个地 地就什么也受不了了 这个就是说 虽然这个今年赔了二三百万吧 但是人还在 只要有人在什么都有了 都会有 就是说 在奋斗三年争取 把那个损失夺回来